哈囉 各位站立跟Youtube的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to 那今天呢是很特別的日子 剛好就是說8月8號 那我影片錄的時間呢是8月8號的凌晨 所以說我上傳的時間可能是 我不知道8月8號的什麼時候 那我今天應該會上傳會兩個影片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跟EA的會有點關係 兩個都跟EA有點關係 那我們先講一下就是說說 今天這一篇的主題就是說說 我們對2042好的定義在哪裡 是 就是這個問題 那因為我知道現在很多人 對2042算是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那我以下是以我自己的觀點來看而已 我並沒有說所謂的 我盡量用客觀的角度去看2042 我盡量用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天我看了EA的 就是說他的電話的 財務報表的一些內容 那看了一下我算是說 有一點 有一點怎麼講呢 我不知道是喜還是憂 但是就如同某個小A講的 現在很多YouTuber就是報喜報憂 那我這個人是好的我也講 然後做得爛的我也是講 我不會說因為說某人給我什麼 任何的好處 然後我就粉飾這個太平 我不是這種人 我不是這種人 那如果說你覺得說 你覺得我說的你聽不下去 你覺得不認同 那沒有關係 那就是說 你們有你們自己的選擇 OK 那我們現在回到主題 那在2042好的定義在哪裡 我先講他2042 讓我覺得目前做的好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說 他把單人模式取消掉 那這在其實在五月份 六月份的時候 如果你有在追他們的 或者說其他那些人的訊息的時候 其實很早就知道 他們會把單人模式把它取消掉 那取消掉其實我覺得 這是個好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歷年來戰地系列 除了戰地3的單人模式 跟那個 戰地的二名招 他做的單人模式也做得很好 之外 然後戰地3 戰地4之後的單人模式 就做的 就不好玩 不是不好玩 就是不會像戰地3這麼宏偉 那因為戰地4的單人模式 我沒有玩完 我玩到上海開坦克那裡 我就玩不下去了 因為我覺得跟之前的戰地系列差很多 所以戰地4有些東西 有些單人模式可以解的一些槍 其實我並沒有解掉 我並沒有解 我必須承認我並沒有解掉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玩不下去了 我已經玩不下去了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就是說 涵霜引擎 EA的涵霜引擎 現在已經算是說 EA旗下的所有遊戲已經都是涵霜引擎 那涵霜引擎 它在EA來講 它有個好處 就是說 他們的團隊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是用 我又請勿之心了 真不好意思 他們的 所有遊戲都用寒霜引擎有好處 就是說他們的城市設計 他們的遊戲設計師 他們不會因為說 換了不同的引擎之後 然後再 怎麼講 再去適應另外一個引擎 因為之前有個interview 他有提到這一點 就是說 同一個寒霜引擎的話 那 會有這個好處 可以縮短 EA 待適他們的 研發團隊 的 遊戲的開發時間 但是相對來講的話 因為寒霜引擎 有人在想說 它適合戰地 系列 它不太適合其他的遊戲 一些其他的遊戲 那至於什麼原因 這一點我就不清楚了 我必須承認這一點我就不清楚了 可能是因為寒霜引擎 的一些所謂的場景 物理場景什麼事 比較適合 Bite of Fail 但是話要說回來 我們玩戰地系列 畫面是旗幟 如果說你要一直追求這種 畫面的話 我覺得你玩單人遊戲 可能會比較適合你 因為就是說 當然 戰地2042呢 它裝上的 最新版的寒霜引擎 畫面一定會更漂亮 這是無庸置疑的 但是 大家要 要仔細 要知道一點 2042是專對次世代 主機研發出來的 仔細聽 是主機研發出來 所以說 它的畫面跟 它的畫面畫質上面 會不會比 會不會跟 比PC的還要好看 這個我覺得 這個可能大家 要等遊戲上市之後 我們再去 我們再去評論了 但是總會去 FPS 能找到大玩家 能打到大玩家 這才是最重要的 你畫面再 特效太多 畫面再好 然後解析度太高 解析度太高 然後就是說 開一些凡句子 那些全部 特效全部開 畫面很漂亮 沒有錯 但是 你會打不到敵人 你會不容易 找到敵人 這是我的經驗 這是我的經驗 如果像 你現在看到這些東西 如果說煙霧什麼 這些 如果你特效開得太好 你煙霧太多了 然後你根本 你不知道敵人在哪裡 然後 你像這種 你現在你們看到這些 如果你 畫面 特效開得太高 你根本不知道人影在哪裡 這是 這是非常殘酷的事實 那我們再提到一點 再來就是說 說 好的 先講好的 EA這次把豪華版 這機制把它拿掉 這是好事情 但是它取而代之 是變成一個終極版 因為之前的戰地系列 都是豪華版 那我不知道說 豪華版跟中極版 他們兩個的 就是說 最明顯的差異在哪裡 因為我沒有預定 但是我不知道說說 他們兩個到底是 差別在哪裡 不曉得 可能就是換個名稱 但是就是換糖不換藥 可能 可能 我是講可能 OK 那再來就是說說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 不能說還有一點 還有就是說 它有一點做得好 就是說 他們把過去戰地系列的 一些經典的一些地圖 全部再搬回來 戰地2012 也就是說 打破了之前 我們講的戰地3 重製版 跟戰地6一起同滾的 這個謠言 算是打破了 這個 這點是好事情 我不得不承認 他把之前戰地 比如說他們有 但至於做得好不好 我覺得還是要等 遊戲釋出之後再說 還是要等遊戲釋出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去評論說 這個2012呢 到底是不是 獻給老玩家的一封情書呢 還是獻給老玩家的一封遺書呢 是不是 那 我相信 如果說 2012要是 做得 不如 不如大家的期望的話 那我相信 獻給老玩家的這封情書 會變成一個梗 那會變成一個 怎麼講 就是 大家會去調侃 大家會去噴 帶死的 的一個 一個工具 至少我是這麼認為 為什麼呢 到時候就知道 到時候就知道 我不能講太多 我不能講太多 我現在不能講太多 講太多 有人說我在 我在 我在 尾言聳聽 再來就講說 電腦配置 電腦配置 你們最近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 目前 網路上有 有 流傳一張 電腦的配置 那張 那張的表格的話 其實 有人把 戰第五跟那張表格 然後做為 那個 對比 我是沒有上傳上去 因為我覺得說說 那個的話 因為現在還是未知數 其實上傳下去 我覺得沒有比較 所以我沒有 我並沒有 幹這傢伙 算了 我並沒有 就是說 並沒有貼上 網路上去 那你們可以到 好像是 的網站上面 有人去做這個 比較 有人去做這個比較 就是說 戰第五跟 戰第五 當初戰第五的BETA 我現在是講 當初戰第五的BETA 跟現在的 現在的那個測試版 技術測試的那個BETA 那個 兩個的這個 就是這兩個 這個測試的那個 規格 其實沒有差很多 執行 其實沒有差很多 那 如果 如果說 那個規格如果是成立的話 就是說 八九不離十 就是說不離開那個論局的話 那 我不得不承認就是說 EA DICE在做 戰地2042 這方面來講的話 那 他的配置不是很高 的話 那表示說 他們研發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其實算是有一定的 實力在 有這個實力在 所以我不得不承認就是說 而且就是 128人 現在老話一句 還是 遊戲還沒有試住 我們還是不知道說 到底會不會 Lag 到底會不會所謂的 他們講得這麼神 老話一句 老位 跑到這邊來 老話一句還是 啊幹 我應該拿手槍 OK 那 我們現在講講 缺點 那 缺點其實我 這一段時間 我看了很多 自從8月3號 EA的西州 安德偉宣 它 釋出了 它已經 明確的表明了 就是說 兩年後會有新的戰地系列 那 對 兩年兩年內 會有新的戰地系列 那而且這是他們的未來 為什麼因為 戰地風女5到戰地2042已經 隔了三年 那這邊我必須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有人問我說說 戰地2042的研發時間 我這邊 如果你有看 如果你有看之前 有一篇去年有 兩位代史前員工 他有提到這一點 欸 戰地2042跟戰地5 是同一個時間研發 仔細聽是同一個時間研發 然後呢 EA代史發現到 戰地5並不如預期 所以他就把人抽掉 拿去研發戰地2042了 也就是說 戰地2042的研發時間 是不會低於兩年的 就是那個代史兩位前員工 他們之前講出來 他們之前洩出 洩密出來很多 就是去年 我現在是講去年 他們洩密出來很多東西 在今年都一一的證實 去年兩位代史員工 那他們講 因為當時我其實我對他們講的話 他們講是有點 我是採取保留的態度 直到這一次2042釋出了很多 跟他們的 之前講的東西是非常有 比如說未來的什麼 未來的現代的什麼 直升機 無人機 然後還有一些機械狗 一些其他的這些東西 就是 被他們所謂的證實 然後 對就是這樣 他們也講到說 本來一開始 戴史是想要研發 惡名昭章3 就是之前網路上 很早之前 上那個 流傳的那一個 影片是 真的 後來發現到 他們找不到原先 惡名昭章 系列他們那些人 所以說他們就打笑掉了 就是說 研發惡名昭章3 就是 Battlefield Battle Company 3 就是 就是 你們也知道 就是說 一開始 他們是想研發 惡名昭章3 然後 是因為 沒辦法 整個就打掉重電 就是 變成說 就是 戰地系列 這樣子 那 相關的 連接呢 我一樣 我會 最後我會放到 YouTube的 連接下方 作為 證據 因為它是原文 但是我把它翻成中文 對 我把它翻成中文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你可以在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 戰地 今年 戰地2014的 或許會發 會有的一些東西 包括了 指揮官 我知道你們會講說 不是沒有指揮官嗎 是 是沒有指揮官 可是當時 的確是有指揮官 現在沒有並不代表 以後 你放心好了 因為現在沒有的東西 在未來 它會用什麼方式 讓玩家擁有呢 你們自己去想 OK 那我們現在在講說 戰地2014的 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不足的地方 除了遊戲畫面來講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任何人 有接觸到遊戲畫面 就目前的 資訊來講 我覺得它缺了什麼 這是比較重要 再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缺乏太多 太多戰地2014的一些 動畫 預告片 的一些資訊 就是 我覺得大家應該 應該比我了解 任何遊戲廠商 他們在對某些任何的遊戲打廣告的時候 一定會狂放預告片 然後把最好的東西給玩家看 那無非就是希望你預定 對 就是這樣子 EA也是這樣子搞 其實我也覺得說 不意外 不意外 那 這會陷入一個瓶頸就是說 一個迷失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 跟預告片 當你 真正 去玩下去 有發現到 怎麼跟預告片不一樣呢 因為我遇到太多這種 所以說 我覺得說說 現在我們目前玩家 知道2014的訊息 很多都是動畫片 沒有 就如同Lucy講的 就是我們 相關於 實際的 實際的槍戰 載具的部分 然後還有 就是說 士兵的對戰 然後還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 比較細膩的東西 比如說 TDK之類的 我們現在還沒有 非常的明朗化 那 3D索敵 我知道確定是有 3D索敵 我知道確定是有 對 就是 就是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說 價格部分 價格部分 我比較不能接受 是因為說說 因為今天你把單人模式 給取消掉了 結果你賣的 你的價格 你遊戲的價格 賣的還是這麼貴 這是讓我比較不能去接受的 而且你知道嗎 你把單人模式取掉 的價格 遊戲的價格 跟你 有 跟你 沒有單人模式的遊戲的價格 你還比單人模式的價格 還要貴 其實這個說不過去 因為 2014的是一個純網路的遊戲 那 你還賣的比 有單機模式還要貴 其實這個是比較 這比較說不過去 這真的比較說不過去 而且最重要是 你很快 遊戲就打折 重點是 你很快遊戲就打折 那大家要知道說 在遊戲界裡面 一個遊戲打 為什麼會打折 我一次雙爆 為什麼遊戲會打折 是因為說你這個遊戲本身賣不好 沒人玩 你才會打折 因為你希望更多玩家 進入到你的遊戲裡面 我應該沒有說錯吧 如果說你今天遊戲很多人玩 你到巴不得 即使這個遊戲值得玩 很多 你再怎麼貴 還是會有人會去買 可是你今天這個遊戲 已經不值得人家玩了 已經沒有那個 所謂的性價比那個價值了 那當玩家不買單的時候 你會怎樣 你一定是用低價的去銷售 所以說我們可以用 一個很愚蠢的方式 來評比戰地2042 這個遊戲是否好玩 是否值得玩 是否該買 就是在他 當他在開始在特價的時候 這個遊戲 大概覺得就是差不多 當然除了聖誕節之外 如果說你這個遊戲 我記得戰地虎 是一個禮拜之後 就開始打這個 間接打的那些豪華版的臉 一個禮拜 然後沒多久呢 變五折 你知道在預購好版的玩家 那個是臉上被打了好幾巴掌 這我覺得這我非常不認同 那2042 會不會這樣子 不知道 但是機會很大 那機會很大 你放心 絕對機會很大 這 我也不要覺得太意外 再來就是說說 遊戲的平衡性 2042 我們現在看不出來遊戲的平衡性 但是 但是 欸 我 如果我沒記住的話 他們黑德森 他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說 他在之前的 不是interview 他之前他自己洩密出來的 他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現在2042的載具非常的多 那 當時他們有想到就是說 說 如何平衡士兵防空載具的平衡 他們有提到這一點 呃 那 可是 我個人感覺 就是說說 因為 我知道現在每個人都 每個 不能說每個兵種 每個人都有防 載具的能力 就是2042 現在看到的東西 每個人都有防載具的能力 那 會不會到時候會變成說 我是大膽的假設 以下是我大膽的假設 會不會到時候 一群人在那邊操控 在那邊玩機械狗呢 然後上面綁著C4 你不要以為不可能 我覺得這種事是有可能的 為什麼 就是我反正我不用打 我就 我就打未來現在戰爭 我就派 機械化的戰爭去打就好了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 我很早就講這一點了 我很早就已經 再提出這一點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 有 會有這個可能 你們到時候去看 再來就是說說 現在因為 靠 要 再來就是說說 現在我們 我必須 我必須客觀 我必須合理的說說 我們不要去過分的去 去捧EA的大腿 不要去捧EA的大腿 那至於是誰 我也不方便講 你們自己看 你們自己知道就好 那 因為說都不要說 因為 很多人跟我講 現在捧2012的模式 就如同當 哎 幹掉 就如同當初 他們在捧戰第五的時候 一樣 沒有錯 沒有錯 完全沒有錯 你們看現在的模式 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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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呢 呃 這大家心中的痛 外掛部分 你們可以看一下之前 某個社群 網路上一個社群 他講說 欸 EA代史講說 他不能 現在不能透露太多 所謂的防外掛機制 這是屬於商業機密 他現在不方便 講太多 然後 就是說採取這個 Failfire 就是說那個 戰地的那種 防外掛機制 然後 就說 細節方面呢 因為 簽 因為簽署到NDA的保密協定 所以 我不能說太多 就是某個 某人這樣子說 他說我不能說太多 那 其實 欸 如果你騙騙那些 菜鳥玩家 剛來的戰地菜鳥玩家 你們或許還騙得過去 因為這個 你 因為你這個 你這個台子 好像每次戰地都這樣子講 每次都這樣子說 那你就騙那些 那些菜鳥 菜鳥玩家 然後又講的一副很 道貌暗然的樣子 很 就是很 就覺得說反正這是 一夜講什麼我就聽什麼 簡單的說 一夜講什麼就聽什麼 老話一句就是還是在抱一夜的大腿 叫一夜爸爸 今天父親節 對 今天是父親節 好 欸 那 你問我會怎麼去防止衛掛 我覺得說 一夜帶子 我不知道這一點做的 對還是不對 就是他把問題 丟給玩家 讓玩家自己去處理 這或許是一個好方法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 說 因為現在沒有RSP 那沒有RSP 的話 各有利幣 你沒有RSP的話 你沒辦法就是說 租用RSP的話 就是說去 去 講講去 去虐待 虐待 虐待其他人 我就覺得這樣子 是不太妥 沒有RSP 各有利幣 我必須說 各有利幣 那 因為你變成說 你沒辦法在 佔地 佔地之前 佔地五這邊 佔地一階這邊的話 就是說 會有RSP的制度 你現在已經 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那變成說 索性的就是說 現在的傳送文模式 你可以自定義 任何的一些 一些東西來講 那 還是得說 平衡的 是不是平衡 會不會有問題 那瓜哥不講平衡 那我 我個人感覺 戰地系列 好像從以前 廖圈在平衡沒有做過好一次 好像沒有 尤其是遊戲 一開始 我就知道這邊有人 尤其是遊戲 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沒有 好像我覺得很難 我覺得真的是很難 可能一夜很想做 但是就是很難 真的很難 一定會有某些 有某些職業 尤其是現在的專家職業 會特別強 只是老外去 我們還沒有玩到 所以我們還沒辦法做過多的評論 那 對 那我非常的 對 有一種 我非常的 我非常不喜歡有一種 就是說 我光看一夜更帶子給我們的東西 然後就開始在打作文章 開始在打作文章 說這個遊戲 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遊戲 我們一定要預購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對 我不喜歡這種 我不喜歡這種氛圍 我非常不喜歡這種氛圍 那再來呢 就是說說 課金部分 課金部分呢 我目前可以確定 即便官方現在沒有說 但是2014日會不會有課金 服務型的遊戲 你放心一定有課金 那 把這一套課金制度呢 發揮到最佳的 最高境界呢 就是目前的EA的CEO 安德偉遜 這是他的傑作 所以說他現在在之後的所有的戰利系列 包括 Favor系列 Favor Altman版的系列 然後他都會有所謂的 都會有所謂的課金部分 那課金部分 可能會講說 反正只是影響外觀而已 對我來講我沒有差 是不是 是沒有差 可是如果是說 EA遊戲其他本身 就要有的內容 結果你居然還給他課金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那 課金這個的話 我不知道 EA跟DICE 他什麼時候會正確的 跟大家講 但是就我 之前接觸戰地5的時候呢 EA DICE 一開始他也沒有說 他也沒有說課金這個部分 他是直到後來有一次更新的時候 突然冒出這些東西 然後之前我們 我們 收集的那些 戰地幣 扣扣幣完全沒有用 你全部都要 用現金再去買那個戰地幣 全部都沒有用 比如說什麼 情人節 什麼冬季服裝 然後呢 什麼 什麼聖誕節 然後萬聖節 這些東西全部都要另外再買 你2014的會不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你放心 會有 只是什麼時候發生 我們現在不知道 但是你不要失望說說 好像沒有課金部分 因為我現在 我發現到現在有人 就是說 對EA抱持著一個非常美好的夢 對不起 我覺得你這個夢應該要行 不是我在吐你的草 我覺得你的夢要行 你不要 EA 人家是商人 人家是那個 工作室殺手啊 人家是 2016和17年 全美 就是說 最讓玩家討厭的 遊戲公司 他不會這樣放過你 你放心好了 你放心好了 那 當然 做得再怎麼爛 還是會有人叫他EA爸爸 我也是覺得 非常的百事不得其切 我沒辦法去想說 都是那什麼 再來就是說 誒 誒 誒 該怎麼講 畫風部分 美術部分 美術部分的話 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 就比較主觀了 有些人認為說說 戰地2042呢 畫面很漂亮 因為你看到 只是很表面的東西 很膚淺的東西 你根本沒有玩到 實際玩到戰地2042的遊戲的畫面 你就開始在推 戰地2042 怎樣怎樣怎樣 我覺得這是非常 這是非常膚淺的 而且 我個人感覺是說 你們 對戰地2042的好 是 你覺得戰地2042比 做得好 是因為說說他比戰地5好 還是說說他本身就是很好 那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有人 對 因為我聽到腳步聲 我這個耳機是 又有人上來 你看 又有人上來 我不會給他客氣 你們 我們對EA的 戰地2042的定義好 是在 就是 他比 戰地5還要好 所以說他就是 他就是好 是這種定義嗎 一次幹掉兩個 真的是 應該 應該不是吧 如果說你今天是 你們 今天是那種 我這樣講 可能會比較難聽一點 如果你們今天是那種 說說 2042是一個 呃 2042的成功 是因為他比戰地5還要好 好 就只有這樣子 那 你 你會不會覺得很 很悲哀 你會不會覺得很悲哀 好 應該是你超越之前的 戰地系列 那個才叫好 如果說你只是打平的話 其實那不叫好 那叫做 如果說他比戰地5還要好 那我覺得那是因為有進步 也願意改善 這個叫做好 而不是因為2042 他做的一些 有些東西很好 然後你認為說 他做的 他有進步 是他有進步 還是他做的非常好 我覺得這個要 大家去釐清一點 他是做的好 還是做的有進步 如果說他做的好 實在是因為 應該是可以超越之前的戰地機業 但是他做的有進步 那就不同了 那就是 比之前戰地5還要好 這個叫做有進步 如果說 我們只是限於說 他做的比戰地5還要好 表示他已經有進步 對不起 我只能說 我只能講 講這種話的人 可能就是 之前被EA打了一巴掌 就是說說 為什麼呢 你沒接受過教育 如果你的認為是 對不起我這樣講 會傷到人 如果你的觀點是說說 你自認為就是說說 戰地24的比戰地5還要好 只是因為說說 進步是因為他比戰地5還要好 他24的就是好 那對不起 那我覺得 這是不對的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沒接受過教育 好的定義在哪裡 我覺得大家自己要去評論 是畫面好 遊戲好 還是說 防外掛好 還是說 平衡好 我覺得這個大家自己要去 自己要去衡量 這我沒辦法去 去 去 去過多 我覺得衡量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收聽 那今天是父親節 那如果你們已經做父親了 那祝福你們父親的快樂 那如果不是父親的話呢 那我們繼續做單身狗 OK 那我還會上傳一個 一個影片 如果沒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OK 影片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收看 再見